中东呼吸综合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 中东呼吸综合症 自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出现以来 病毒在整个阿拉伯半岛广泛的流传 接着也从中东地区 蔓延到非洲 欧洲 亚洲 以及北美洲的美国 那么目前病毒也在韩国肆虐 据韩国卫生当局表示 截至今天 韩国MERS确诊患者增到108人 死亡人数上升到9人 中东呼吸综合症到底有多可怕 那么民众应该如何的提高警惕 去预防这波的病毒传入我国呢 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 陈篤生医院传染病科的主任 梁玉昕教授 你好 梁玉昕教授 你好 根据您所知道的 就是这个中东呼吸综合症 现在在韩国的情况是怎样的 韩国到目前来说是全世界可以说是疫情第二的中东综合症 那就是说他们的病例来讲可以说是世界是排名第二 可以说我们要紧密地观察它的整个进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是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图表 据世界卫生组织截至2月5号资料显示 2014年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确诊死亡病例最多 请教一下梁玉昕教授 为什么疫情会在中东爆发呢 主要就是因为目前我们已经了解到 这个病毒是可以影响到骆驼 那么再由骆驼跟人的非常紧密的接触 就变成骆驼传给人 那么很不幸的呢就是这个过滤性病毒它有那个能力是可以由人传给人 所以就变成了从动物到人 那么从人再从人再传播给另外一个人 也就是说这是它迅速可以蔓延开来的主要的原因是吗 是可以蔓延 但是同样的呢也可以通过不同的预防的措施来遏制它的蔓延 那有没有办法去预防这样的蔓延的情况重演 你刚刚说有办法 它的主要的一些特征跟性质呢就跟SARS病毒相当的类似 那么它们也是属于同样一个家族的过滤性病毒 主要呢就是呼吸道的感染 那么呼吸道呢我们就说分成上半部跟下半部的呼吸道 下半部的呼吸道呢就是肺啦就是肺炎 那么SARS时候呢很多的病人他们的病情的演发呢都会引发到肺炎 那么这个中东呼吸综合症也是非常的相似 就是上呼吸道那么传给下呼吸道那么就有肺炎 我们接着来关系呢就是这个患者他们的年龄 根据示威组织他们的资料显示了 确诊病患平均的年龄是在48岁 而韩国中东呼吸症的病患死亡的病例呢好几位都是在45岁以上 请问梁教授这个中年以上是不是就比较容易感染到这个MERS的病毒 主要呢就是我们看中东因为中东的病例最多 那么从2012年中开始呢他们就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病症 那么资料来是显示呢是他们的资料会比较多 一般上来讲呢因为他的腹息道感染 当他的下腹息道就是肺炎被感染的时候呢 他的传播率也比较高 那么就是说当一个人被感染到他们有肺炎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进医院求医的时候 所以就是说大部分的病例呢是在医院里面传播 但是这跟年龄有什么很直接的关系 只要年龄的话呢就是因为年纪 医院里面的病人大部分年纪比较大嘛 大部分都有慢性病症 所以就是在医院里面传播的时候呢 年纪比较大的病人有慢性病症的病人 他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中年人是以结果来看 并不是传播的主要人士对吗 对 如果你看他的那个医疗人员 医疗人员比较年轻嘛 所以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医疗人员也被感染 有一些家属比较年轻的也有感染的迹象 是的 那么他的传播途径到底有哪些呢 主要就是先是从人跟动物开始 他是通过空气还是通过 通过紧密的接触 就比如说一个人患了这个中东复西综合症 那么他咳嗽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有剁液 他的剁液呢就可以在空气里面飘动 但是一般上他的颗粒比较大 所以他飘动的那个距离不会太远 那么再加上如果说我们的人呢 咳嗽的时候 我们就盖住我们的嘴巴了 或者是接触到可能被感染的剁液 也可以由我们接触的时候呢 传播给另外一个人 所以就是通过唾液 空气 所以人就可以传人了 对 一般上来讲呢 我们还是要近距离的传播 到底患上了中东呼吸综合症 他的症状是什么呢 主要呢还是复西道被感染 就是说开始发病的时候发烧 发烧是最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那么他们会觉得身体不舒服 有点疼痛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就是咳嗽 那跟我们一般的伤风感冒啊 有点类似对不对 初期的时候跟伤风感冒是非常的类似 那么在接下来呢 他们可能会有肺炎 那么肺炎的时候呢 就会开始有更多的症状 就是可能胸口会觉得疼痛 或者是觉得说很难呼吸 然后呢就会 病情可能会更加严重 那么如果我们看 他的整个病情的进展 跟SARS做一个比较 到目前为止呢 可以说他们在病情的变化方面 就是他的进度方面 可能会比SARS来得快 是从发病到肺炎 到可能需要加护病房 也有可能需要他的那个机器 来帮他们呼吸 他的整个进程的过程 可能会比较短 对 也有资料显示说 这个传染性可能不及SARS 对 正如您所说的 他的这个速度相当快 或者说致命性很强 这是什么原因呢 到目前为止 他的致命性 如果我们用中东的情形来看呢 大概是四成 那么我们在SARS的时候呢 在新加坡 我们的死亡率 大概是13 14个巴仙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他的死亡率是很高 主要可能是 他的肺部肺炎的并发症 会比较高 那么比较多的病人 必须有通过机器 来帮他们呼吸 就是整个肺衰竭的 那个现象会比较高 但是那我想 这一次在韩国 所爆发的疫情 可能会给我们更多 这方面的资料 作为参考 是 在2003年导致了亚洲 8000多个人患病 700多个人死亡的SARS 那个病毒 跟我们现在在关注的 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病毒 到底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他们都是属于同样一个家族 所以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么比较担忧的一点 就是他病情的 那个发展的速度 会比较快 还有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中东中和呼吸症 他的那个 已经有一些病例 是属于轻微的病例 或者是有一些被感染的病人 完全没有症状 所以要诊断出这一群人 可能会比较麻烦 是的 那么这个我国也开始进入 某些预防措施 医院方面有哪些措施 医院的措施 老实说 很早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发现 有这样的一个病症 所以大部分的公立医院 他们本身都已经做好了 他们的防范措施 那么主要就是 我们的急诊部门 在急诊部门 我们有一个先做一个很初步的预诊 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有发烧 有呼吸道被感染的迹象 他们求医的时候 我们的护士会问他一些很简单的问题 你有发烧吗 你有这个症状吗 你有到过这些被影响的地区吗 潜伏期大概是两天到十四天左右 所以我们就用两个星期来做一个标准 如果这个病患者在取胃的时候说 我有发烧 我有到过被影响的地区 我们就会直接将他们隔离 再做进一步检查 那我们个人方面 要做哪一些预防的准备 有没有预防针可以打 到目前为止是没疫苗 但是我觉得说 因为现在也是我们的感冒高峰期 所以先打好感冒的预防针 也是一个好事 因为你可以减低感冒 因为它症状在出去的时候 都非常的想死 我们今天十分访谈 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梁教授 来到现场 跟我们进一步的讲解跟说明了 来自韩国的这一波 中东呼吸综合症 谢谢您 谢谢梁教授 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针对今天的话题提出看法 欢迎到《诗诚有约》 面图网页留言 广告回来是下一段的新闻 别走开哦 我们回头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情有约 让你更加了解冬运会的运动项目 今天我们来进一步的认识 地质球 Potong 这个名字 可能有些观众朋友跟我一样 一开始看到它的英文名字 还不知道怎么念 其实它是法文 我们来念一下 是Potong 没错了 以法语来命名 是因为 现代的地质球的玩法跟规则 源自法国的普罗旺斯 冬运会的地质球 采用的就是我手头上这样的一个金属球了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球 小小的 其实每颗球都是钢铁制成的 那这个重量大概是670到750克之间 还挺重的 这项运动其实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啊 当时呢就是制石头取乐嘛 那由于玩法非常的简单 后来更加是盛行于欧洲的皇室 而冬运会呢 则是在2001年吉隆坡的冬运会 才正式的引进地质球的 那Potong在法语的意思呢 就是双脚扎实的着地 大意呢 已经是交代了这项运动的玩法了 那对比的双方呢 就在一个固定的圆环发球区 每个球员呢 每个回合将会制出三个这样的铁球 目标就是把这颗球呢 丢到更小的一个木质球 这个木质球啊 双方的球员呢 都会制出三球之后呢 每一个比对手更加靠近目标球的铁球 都可以得到一分 就拿今天下午呢 在大超场Potong所举行的 男子双人地质球赛事来说呢 新加坡和文莱各有两位球员 所以每队呢共有六颗球 所以每个回合最高得分是六分了 那哪一队先得到13分 便可以赢得比赛 在这个视频当中呢 新加坡呢就以13比4打败了文莱 新加坡的男子双人组合呢 也凭三战三胜 目前呢暂时是在小组第一的 希望能够继续的领先 摘下金牌 而现在呢我就要连线呢 到目前呢 人在国家体育场的 旧吧城市频道电台记者 陈嘉玲 嘉玲你好 你好 是的 我现在就在国家体育场 是的 嘉玲 我知道呢 今天其实呢 在这个体育场之内呢 传来佳音了 我看到的就是张贵荣成功的 不负重望夺下了新加坡第一面的 田径金牌 能不能说一下呢 在这个牵球比赛当中发生的一些情况 是的 张贵荣今天在女子牵球项目中 真的是不负重望了 夺得前进队的第二枚金牌 他今天呢在赛场上 可说是表现非常出色 那状态呢 也是相当的不错 他在赛场上呢 是全神贯注 大方一彩 似乎呢 是对这场比赛 是充满着信心的 那张贵荣呢 是在最终呢 投出了14.6米的 成定的夺下金牌 哇 那其实呢 你说第二面是因为呢 之前我们把马拉松也算在里面了 不过在体育场之内呢 我想呢 这个应该就是新加坡的第一面了 不过另外一个呢 更加值得高兴的应该就是呢 我们一向来在飞人这方面呢 其实这个成绩呢 比较逊色 但是今天呢 山地倒是为我们挽回颜面了 能不能说一下 山地好像在200米当中 取得很好的成绩是吧 是的 我们的短跑女将山地 她在女子200米的项目中呢 是飞速的抵达了终点 以23.6秒 打破了自己原来保持的全国记录呢 她也刷新了个人的记录了 哇 好 那整体来说 新加坡今天在 在这个体育场之内呢 到底呢 斩获如何 是的 那另外一方面 在女子400米的跨栏项目中呢 我国选手林娜呢 也是冲进十足 最终以59.24秒的成绩 打破了全国记录 并刷新个人记录 这些就是今天前进队的赛况 请问 谢谢佳玲 谢谢佳玲 带来回来的这个现场报道 谢谢你 哇 好 除了在体育场之外呢 我们也看到呢 在泳池之内最新消息呢 就是刚刚结束的 男子50米的蝶泳决赛呢 我国的约瑟琳夺下的金牌 也刷新了大会记录 23.49秒 而柯正文呢 则是夺得了铜牌 女子50米的蛙友呢 看到了就是 今天早上 破了大会记录的何如恩 果然呢 今天也再次的 就是拿下了这个金牌了 多元会 目前还在如火如荼的 进行当中 但是其中呢 乒乓比赛呢 已经在这个星期 全部比赛完毕了 是 我们来看看这个 乒乓赛事 它的奖牌 到底是几面呢 我国乒乓队 在本届比赛 取得了六金一银 三桶的漂亮成绩 那么这个成绩 是在所有参赛国当中 位居第一位 我们现场恭喜四位 优秀的运动员 金牌得主 余梦宇 冯天威 周哲宇跟高宁 欢迎你们 欢迎四位 今天摄影棚 真的是鲜光异异了 四位都是 首先恭喜四位 获得了这么漂亮的成绩 不过还是要谈一谈 这个女团 还有男团 各方面的成绩 对对对 梦宇呢 这个在六面金牌当中 包办两面金牌 尤其是 大家印象很深 刚刚过去这个团体比赛 之前大概 有没有心理准备 打那么长时间 也没有 因为这一次是我们 打满五场球 然后每一局的局分 也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说这个比赛时间 也是很长的 而且前天晚上打 好长的时间 然后我们知道是 跟泰国的对手 陷入苦战 对 是因为他们实力太强吗 他们的实力 现在就是 有一定的提高 然后他们也是 常年都在欧洲训练 所以说相对于 其他东南亚选手 实力更平均一些 然后实力也更强一些 我想大家比较关注的是 当运动人在现场 尤其是梦宇第一局 败给对手的时候 你的心理压力 会不会比较大 我觉得还是自己 在技战术方面 准备的不够充分吧 因为对手上来的时候 搏杀的也很凶 然后发挥的也很好 这个时候自己在场上的 办法显得不够多 然后也没有及时地 调整过来 梦宇对垒的是 泰国头号的 女单选手高王 那教练跟你说了些什么话吗 下来以后自己也是 积极地调整这种心情吧 然后教练就是告诉我 让我做好打第五场的准备 那你又是怎么样去调整 你那个时候 那么紧张的心情呢 压力一定很大的 因为我的队友 一直在场上 发挥得很出色嘛 然后天威也是 在前面拿了两分 这个时候也是 给了我一定的动力吧 最后那位我博 在乒乓赛事 这个女团 是添了第五面的金牌 那天威在这个 整个团体比赛当中 你的两分都拿到了 腿伤好一些了吗 还在积极的治疗当中 是是是 尤其是在所谓失利的心情下面 对来说压力会比较大 队友又失利了一局 会吗 可能在女单失利了之后 对我的压力的确很大的 因为这个伤病的情况 要比预想中要严重 因为当时在女单的时候 可能想到会有一些困难 但是没想到伤病 给我这么大的影响 所以说输下来之后 心情比较很糟糕 因为觉得单打这块金牌 没有拿到 但是在团体的比赛当中 我还是比较相信队友 还是觉得我们的实力 要略上风于泰国 所以我们就做好自己 发挥出很好的水平 我觉得应该会做到 所以优秀运动员 这个强大的心理素质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天维可以算是在 平凡旅团中的大使姐了 你怎么要看待 这一届这些新兽们 他们都很年轻 我觉得他们的表现 都比较出色 然后他也是 新加坡乒乓队的一些 后背力量 所以作为我来讲 我更希望他们能够 尽快地 更快地去成长起来 来为新加坡 增添一份力量 是 那哲宇也相当年轻 作为年轻的选手 这次的成绩 也非常的亮眼 你觉得最大的挑战 是哪个比赛 我觉得男单方面 可能比较艰苦吧 因为男双跟团体 就算自己打得不好 还有大单跟队友吧 所以男单会 比较有压力比较紧张 你的主教练杨川宁 他很欣慰 他觉得你发挥得很不错 那你有信心挑战 更大的赛事吗 当然通过这次运动会 我觉得对自己的信心 提高了也挺多 然后自己也学了很多 不过以后更大的比赛 对手水平会越来越高吧 然后自己还是得多努力 继续加油 那我知道高宁他可以说 这次是本届的大赢家了 总共三金 包括了男单 男双 还有男的团体赛 当时压力会不会非常大 高宁 压力 说来讲的话会有一些了 但是 可能我们这个水平 在东南亚来讲的话 可能会比其他的国家 略高一些吧 也不会很多 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正常发挥的话 还是可以会赢 这样 你在比赛之前 自己有没有预想一些 比较难攻克的目标 之前就是有 对手有一些了解 比方说是泰国的 男单半决赛的小孩子 然后 还有男团队 越南的第四场的比赛 然后都是做了一些 比较充分的准备 然后也是顶住了压力 这样 你最满意 自己哪一场的表现 哪一场表现 其实我对整个来讲的话 都还算是比较满意的吧 尤其是男团 因为团体对大家来讲的话 分量可能会更重一些 是一个团队的这样子 所以拿到冠军 就是很满意 男团 对 我觉得这个运动员 在比赛场中 是非常的紧张 对 那么现在比赛完了 你是不是可以松一口气了 我们大家是不是有半个月的休假 还是 是 你们接下来的 啊 后面还有 日本公开赛 韩国公开赛 和一系列的比赛 所以说这个 乒乓球也是要靠练的嘛 因为我前一段 膝盖受伤也是 这个训练也不足 所以在场上就会 理会一些问题 所以还是 训练还是要 要坚持要这么行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 大概不知道 其实运动员 对你们来说 无论多大的比赛 比赛完了之后 大概一两天调整 马上进入常规的训练 对 接下来的计划呢 短期内为什么 短期内 我个人的计划就是 先把膝盖伤养好 然后再恢复训练 然后备战后面的 日本公开赛和韩国公开赛 一定要 这个两个地方的公开赛 你们都有参加吗 男子女子都有去 都有 都有去参加 他这个对手会面临 什么样的国家 这个就是顶级的赛事了 应该是在乒乓球里面 算是super的一个等级 所以说中国的前 应该世界排名在前 二三十名的种子选手 肯定会参加 然后还有后面的一些人 哲宇做了怎么样的准备 备战了吗 对 就回去还得继续加紧训练吧 然后对接下来比赛 做到准备 是 好 再次恭喜你们 同时呢 也希望你们继续为国争光 是 继续加油 谢谢 继续努力 谢谢 谢谢 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到 诗诚有约面部网页留言 你也可以浏览 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同文节目 以及网络独家视频 而明天的节目 同样的时间 八频道 六点三十分到七点三十分 我们诗诚有约 再会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